今天的新新聞正航 來看到喊了好久的藍白河 怎麼讓支持者覺得從喜劇變成衝突劇 現在幾乎淪為鬧劇 讓基層已經看不下去 這兩大政黨開始反反覆覆 一下軟一下硬 更扯的是不斷打臉自己 一開始侯友宜其實比較弱勢 因為支持度落後 不敢接受民調 硬要民主初選 結果昨天突然發狠 怒嗆柯文哲 最後期限就在週五明天 如果過了再也不用談 而原本是立場比較硬的 柯文哲堅持只用民調 大嗆如果國民黨選不出方法 那再也不用見面了 不過柯文哲昨天深夜居然放軟 他破天荒的喊出未來當富的也可以 到底演哪出現讓大家看不懂 不過真正破局 大家說最會演的事實上是前天 晚間三位主角 諸侯柯三人的密會 傳出就是因為三個人毫無共識 破局收場 主要是對誰能夠來選政的總統意見不合 但是諸侯這兩人被質疑 真的太會演了 眾所矚目夜間這一幕 因為他們出來的時候滿臉笑容 讓基層以為是整合成功 不過最後依舊希望落空 三十一號深夜 三人密會五十三分鐘後的離場畫面 柯文哲表情嚴肅 因為藍白談總統 雙方有很大旗艦 侯友宜在那邊民主初選 我就是要民主初選 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現在大家在比說 哪一家手機性能比較好的時候 他突然翻出一個BB Call 民眾黨副秘書長爆出部分會面細節 三十一號這五十三分鐘密會過程 還傳出談到柯文哲擔任副首可能 但規則辦法瞧不攏 柯文哲也被妥民調公司資料反擊 並提到讓出阻隔拳 侯友宜還是堅持民主初選 傳出因為他向藍營鷹派靠攏不讓步 就連會面地點曝光 也被認為和金普聰有關 初號課三人三十一號晚 今天密會的地點就臨近金美捷運站 而這裡也是他們臨時改的第二個地方 三人會面的地點原定在新店 朱立倫創辦的螢光未來創新協會 但傍晚風聲走漏 藍白雙方隨即更換地方 就在國民黨文山區黨部主委 黃桂美的辦公室 而她是足發會主委許宇貞的母親 地點由國民黨主導想低調密會 仍被拍到會談結束畫面 外界把矛頭指向金普聰疑似 刻意放消息 侯友宜替金補充澄清卻也採穩立場不妥協 三人密會卡關在原點見再多面 恐怕也是浪費時間 三雄你感覺我們是NC小組 台報道 現在不只主將反覆來看看國民黨基層 真的是極到提出了離譜的建議 國民黨要選立委的這位羅志強建議 抽籤來決定整合遭質疑 這根本是開玩笑 他卻說抽籤也是一種科學 讓老天決定黑貓白貓 能整合就是好貓 馬上再被酸 如果你國民黨覺得總統這麼重要的職務 可以抽籤決定 那你羅志強立委也不用選 也不用投票了 未來立委大家用射飛鏢來決定就好 根本在胡扯 大家來看看柯文哲為什麼被封為政治變色龍 主要他誰都能夠合作 之前你要選台北市長跟民進黨合作 原本不選總統說是中國共產黨要他選 現在為了整合又可以變成跟國民黨合作 不過就是立場太強硬態度又囂張 讓國民黨的基層現在看起來風向已經變了 雲林張家 縣長張立善直接說不一定要找柯文哲 副手也能找別人 林維舟說基層很多人認為柯文哲真的太強勢了 為國民黨來抱屈抱不平 李德偉講得更白 他說柯文哲太強勢變化多端 已經傷了國民黨的基層 現在基層希望黨中央根本不需要這麼樣的配合柯文哲 事實上不只合作 立場變來變去 柯文哲連對國家的認同 主權意識都被炮轟 根本不及格 點名中國籍的配偶徐春瑩現在要列入不分區的名單 但是過去涉及了統戰背景還有爭議言論一大堆 就連同樣是中配的作家都質疑柯文哲 如果你真的想為中配新住民來發聲 你可以找一些熟悉技術官僚 或者是NGO人士 質疑柯文哲這個動作根本是要討中國歡心 被問到這個問題 結果昨天柯文哲不正面回應 反而惱羞成怒反過來質疑民進黨 陸配團體那邊傳出有說 現在徐春瑩人在中國是因為你有交付他一些任務 徐春瑩近日沒露面 原來人在中國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說 附中與他無關 但中配是否試任立委 子彈已經飛了好幾天 同樣是中配的作家上官亂 只說他也無法接受 中配作家上官亂前年成為臺灣媳婦 推出許多兩岸觀察影片 他認為柯文哲若真為中國配偶好 可以找熟悉新著名業務的技術官僚 或NGO人士 何必在兩岸關係緊張時刻 把中配推到封口浪尖 先找到我們的臺灣民眾的認同 他沒有認同的時候去挑戰 他去挑戰這個位置的話 是總風險啦 包袱很重 兩位中國籍配偶都不解柯文哲的選擇 而徐春瑩曾任中國國家幹部 並密切跟對岸統戰單位往來 就是疑慮所在 那個政黨應該都有這個義務跟責任 要進行查證 並揭露他跟中國之間的關係 二零二零年國民黨曾提名 來自內蒙古的牛春儒 列第十七位不分區立委 最後並未當選 而徐春瑩入列民眾島的安全名單 卻爭議未解 柯文哲想了提名權利 何時才要扛起提名責任 我們有時候沒有辦法去回答 每一個人的意見 三立新聞 黃成波 在美軍新聞新聞報導 好 再來看到要挑戰選立委的 國民黨新北市議員廖先祥 被指控家族呢 在山區的保育區興建豪宅 佔用國有地 現在被質疑的國民黨的朱立倫 跟侯友宜要說清楚 因為過去呢 他們多次向新北市府來檢舉 完全沒有任何的下文 現在炮轟這對廖家父子是地方 二勢力 戰 和侯友宜一起高喊口號 二零一八年廖先祥首度參戰 新北議員和其他國民黨新生代 一起打出侯家軍名號 而廖先祥投入選戰 正是要延續爸爸前新北市議員 廖正良的政治香火 因為廖正良二零一五年涉嫌收賄三十萬 關收違建 拆除作業 一審和二審都被判刑六年 此奪公權三年 為了讓兒子順利接棒 廖正良多次出馬替兒子站台 侯友宜當時也是權力相挺 但現在廖家父子遭踢爆 家族違法蓋佔地八百坪的豪華莊園 多年來卻無公權力介入 令外界質疑 難不成是因為和侯友宜交好 才能夠橫行無阻嗎 儘管廖正良嚴正駁斥 但更有投訴人跟週刊爆料 過去十多年 明明多次向新北市府檢舉 卻沒下文 議員追查後也發現 連財閥記錄都沒有 在城鄉 農業 公務以及地震 他們完全都表達沒有收到任何的檢舉 那他們也沒有進行相關的財閥 有沒有可能侯市府利用這種吃案的方式 來包庇廖賢祥父子 按照所有的程序 依法嚴正辦理 但對比三年前 新北市石門區 有露營業者佔用水源地 侯友宜的態度可是超強硬 我一定會叫公安小指 馬上麻利管 馬上去處理 新北市府也補充說明 不論是誰都會嚴謹 依法辦理 絕不可能重放 但廖家父子兩代從政 長達十七年 也和前後任市長諸侯兩人頗有交情 難免令人質疑公權力是否遇到自己人 就轉彎 三天學院高冠宣周凱 新北報導